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星期Alar推介了国泰航空 但今星期市况亦逆转了 大市跌至533点 股份跌了7毫 跌幅接近5% 你见到今晚入价已经到了 仍未去到你的指示价 但现在是否买了个朋友 继续拿着呢 始终推完国泰之后 始终出现一份业绩 业绩真实表现得不算太差 比市场预期好 其实自己看回国泰 都是看回未来来说 特别上半年来说 应该有个不错的反弹 随着环球经济复苏等等的因素 无论在货运业务上面 或者客运业务上面 我相信在这上半年来说 都可以保持了个不错的增长势态 第一 看见近期日元 仍然是持续转强的 这方面是有助日本航空 这方面的路线的反弹 另外看回货运量 1月份 2月份公布了的營运数据 都表现不差 随着环球经济复苏 见到近期的内地等等 的PMI数据 都有个转好的迹象 这方面我自己看回 对于他们的货运业务来说 都有一个不错的支持 但是股价 近期来说 都随着大肆有个回调 走势上的确不是太过明朗 但是我自己看回 只要不跌穿12.8这些水平 我觉得仍然可以继续中线持有 后市如果能够成功突破下降通道 即是现在目前来说 去到14分左右这些水平 我觉得可以重展升浪 有机会挑战目标价 15.7这些水平 所以如果真的买货的投资者 暂时来说仍然可以先持有 但是就要留一个中线持有的心态 继续中线持有 Alan 今个星期 跟我们推介哪一只股份 始终现在近期来说 都是一个业绩发布期 自己选一只 就已经发出了业绩的金山远景 看回金山远景的业绩 的确是自己看回 也有很多惊喜 所以看回业务上 始终在内地整个科网行业 自己看回未来来说 是可以看高日线的 仍然有一个不错的增长空间 所以今个星期我自己推出的 一个是金山远景 第一说相关股份的防守性 相对比较强 第二个基本因素 也看到有一个好转的迹象在 好 那我们一起看看业绩 看到营业额方面 增长了38% 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就留意到 既然日利率方面 反而有个下降的情况 跌了3.2% 其实这个情况 是怎样会这样发生的呢 我看回金山远景的业绩 提及到有些惊喜 最主要的惊喜 看到第四季的收入 的确有大幅的增长 也带动到全年来说 营业额有个不错的 有38%的增长 但是也有相关的风险利淡因素 就是始终见到 经营日利率下跌 都导致正体现役股 股东迎占日利 升幅反而没有 营业额升得那么快 看到正体现役 也拖低了 顺利率的表现 始终见到整个IT 或者科技股的行业 面对着内地来说 最大的风险问题 都是人工成本上涨 看回甘山软件 人工成本 升幅的确是相对比较高的 这方面也影响他们的经营日利率 但又看回 现阶段看回甘山软件的经营日利率 都有40%多 相对算不错的 表现都不太差 而且看到收入 我相信未来仍然保持稳定的增长 这方面可以看高一线 另外股东迎占日利率 升了33% 顺利率方面跌了1.1% 反而见到 正现金对权益比率 有74.9% 上升了2.3% 现金的情况是如何 看回甘山软件 要选择这个股份 其中一个因素 才提及到防守性 相对比较强 这个就是因为 看回甘山软件 正现金对权益比率 有74.9% 见到安年仍然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都在反映公司 自己手头上的现金 真的非常多 今生软件 手头上的正现金 有20亿元人民币 对于公司来说 公司规模不算大 是非常充裕的 始终近期来说 股市下跌等等 其实内地方面 市场近期的焦点都担心 内地有机会收紧银金 甚至可能会提早加息等等 如果选择一些负债较高的公司 在这个市况下 走势上可能会略为差一点 甚至认识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你说 金山软件有一个利好因素 始终说手头上的现金水平 是非常充裕 第一 手头上的现金 握得这么多 有利长远的发展 始终在资金的压力上 会没有那么大 第二 未来如果真的踏入加息 或者收紧银金的时期 我相信对金山软件来说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好 说完整体的业绩 逐个细行来说 金山软件可能大家 比较认知多些的 可能是防毒 或者是持霸 因为早期开始玩电脑的人都知道 其实它还有什么业务范畴 其实金山软件最主要有三大业务 看回娱乐软件 就是它的核心业务 是最主要做一些网游 或者是手机游戏为主 到目前有个位置 都是主力做一些网页游戏 或者是上网的MMORPG 就是一些有大型的线上游戏 其实看回整体然然 相关的收入占备 都占了整体然然的七成以上 的确是金山软件最核心的业务 这方面其实也有个看好 看到出了业绩 都是有个惊喜 始终公司在第四季的时候 出了一个新的游戏资料片 即是一个新patch 令到相关的游戏收入 有个不错的升幅 带动全年 仍然是有个23.9的升幅 表现相对不错 其实内地方面 游戏业务 过往这几年 几十年 都是有一个不错的稳定性 始终都是受惠 越来越多人去玩这些游戏 始终居民收入 整体仍然平均提升 都是带动整体的收入 有个上升的趋势 我相信这方面的业务未来来说 仍然有个稳定的发展 对公司来说 都仍然是利好的 另外看回信息安全软件 和其他应用软件 有个非常不错的升幅 信息安全软件 最主要是自然提及到 可能是金山里面的一些 防毒软件 或者是智能手机上的 一些杀毒程式软件等等 这方面的业务 有个不错的增长 我相信最主要是 受惠反制 智能手机 甚至公司转型 甚至转型 甚至转型到一些 浏览器等等 因为其实看回整个浏览器 网上的行业 始终以前金山里面 只是做防毒 表现一直以来 都不算太好 因为始终大家都知道 内地防毒软件等等 很多都是免费下载的 但是就看回金山软件 都看到这方面 业务增长空间不大 都开始积极发展其他 好像在发展一些 浏览器等等 好像之前 之后都会提到 烈炮等等的流行器 都为它带来不错的 收入为主 其他应用软件 就是办公室软件 这方面是最大的冲敬 看到最大的惊气 在第四季办公室软件的收入 有个明显的上升 都看到带动整体全年来说 有个不错的增长 始终见到 我相信未来来说 金山软件 本身游戏的 娱乐软件业务 带来一个稳定的现金 看回看好的因素 最主要看回未来来说 信息安全软件 和其他应用软件 就是办公室软件 有个不错的增长 整体然然 靠这两个项目 可以带动金山软件 未来整份业绩 有个稳定的增长 好 我们待会逐个小项再说 先跟你说一下 游戏业务方面 其实 如何去计算 情况 如何计算 利润 ARBU 是否应用在这个身上 始终 如果你在做一些线上 MMO 即是大型的上线 Online Game 始终 ARBU 和每月的平均有付费的人数 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 为什么提及到第四季 有个多大的惊喜呢 因为看回每月的平均付费人数 在第四季上 看到在1年12年到12月份 每月的平均付费人数 有个明显上升的迹象 按季都有一个不错的双位数字增长 按年更加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但整体然然 除了说人数玩的玩家多了之后 整体ARBU 也有个上升 反映它新出的游戏资料片 就是建网3 这个游戏 反映是相当不错的 留意始终内地游戏竞争非常大 建网3推出的时候 我自己都没有预期中理想 但竞争出来之后 看到ARBU有个明显的上升 平均人数也有个上升 意味着 未来来说每个月的平均现金流收入 会有一个明显提升的迹象 因为看回公司 现阶段以ARBU 每个月平均ARBU 大约是48元 有160万客户人数 即是每个月 只是付费的人数 都是提供公司 差不多几百万的现金流 所以这方面对公司来说 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作用 所以我相信 看回游戏业务 的确是对公司来说 带来一个不错稳定的基础业务 没错 你刚刚也说了 去年第四季推出了新游戏 是不是电脑的游戏 其实现在潮流吹势 已经转变了 我都很久没有在电脑上玩过游戏 或者是转变呢 这方面 我看回内地的游戏市场来说 的确我都认同 现在越来越少人玩电脑游戏 但是留意内地 始终内地本身 居民平均的收入相对比较低 所以玩电脑游戏的确是比较少 主力的都是玩网页游戏为主 金山之前提及到的建网3等等 亦都是网页游戏 未来来说 我相信的确是很难出现一个很强劲的增长 就算看到第四季 可能出现ARBU有个急升 甚至看到客户人数有上升 整体而言可能短暂性 纯粹因为推出新的资料片 所以带动 未来来说 在这方面 不敢抱太大的冲击 但留意之前提及到 整体始终每个月的平均付费人数 有百多万人 再加上ARBU有48人民币 即是每月付费给金山远见 这间公司的客户人数 总共都为公司提供了4000多万人民币 现金流 这方面对公司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正面作用 可以确保公司的资金充裕 这方面可以有助公司有这么强大 现金流的情况下 去发展其他新的业务 看回游戏的增长 就确实是 像ANITA之前说到的 一些手机游戏业务 金山远见都提及到 在2013年都会重力地 去发展一些手机游戏 部分的手机游戏 都进入了一个测试阶段 相信未来来说 可以为公司带来一个不错的帮助 无论是这些网上游戏 还是手机游戏 其实研发费是大不大 会否影响公司的现金流 我认为这些游戏公司 研发费相对来说 真的未必是太大 因为建网3 都是一个出了很久 一段比较长时间的游戏 相对来说 金融型费用 随着有一个不错的客户群 有一个不错的金融规模效益 我相信研发成本不是太大 始终最大的成本 都在人工成本上 这个的确是整个行业的封建因素 但都提及到 每个月公司 只说客户群 都有160万左右的人数 阿湖大约是48元人民币 每个月都能够提供 4千多万人民币 我相信这个现金流 绝对够应付 甚至有得去营运这个online game 好 说完online game 其实我给一个大点兴趣 和你讨论一下 你之前说的其他应用程式 这方面 说到office相关的东西 大家不如先看看螢光幕 看到画面上 和我们一直在用Microsoft Office 但其实不是的 这个是金生研发出来的 一个office系统 是吗 说到这个WPS 其实的确和微远 Microsoft Office 是非常相似的 甚至只要你用的WPS 都可以开启Microsoft Work Excel等等的文件 去做处理 始终两者最大的分别 其实内容上 我相信不会有太大的分别 最大的分别 始终都是价格上的差距 始终这些WPS 平均售价400元人民币左右 始终一个正版的Microsoft Office 平均售价有1200-1300元人民币 说到折扬这么大的时候 WPS这个软件 仍然有它的竞争优势 没错 螢光幕也看到 其实它和Word和Excel 都很接近 它就叫做W文字 和 Spreadsheet 我又想跟你再谈一下 其实这个应用软件 在大陆的市场 是否真的这么受欢迎 虽然你提到 就说Microsoft 1200元 或者是WPS 的Office 其实便宜很多 内地方面 受欢迎程度有多大 我想你说 看今生软件的WPS 市场占有率 的确不算非常高 甚至是比较小 始终内地 普遍程度 Microsoft Office 都是一个主导的程式 内地甚至部分的企业 可能用一些比较便宜的 或者甚至道版 甚至应用道版的 Microsoft Office 等等 所以令到WPS 等等的销量 都未见到一个明显的上升 但就看回 其实业绩上面 其他应用软件 最主要是WPS 我连上升都有63% WPS 亦都说 销售量創力是新高 其实始终大趋势 看到内地近年来说 積極地为自己中央 希望打造中国的品牌 都不希望道版的情况 去到一个太过猖狂的地步 所以中央都明确地说 要中国的软件正版化 所以未来来说 一些企业等等 要再用一些 道版的Microsoft Office 等等 难度相信会比较大 甚至中央会有机会 严续这些公司 所以未来公司 都会善用一些 正版的软件 但是一次过转型 做Microsoft Office 我相信成本真的太大 但未必那么多公司能够承受到 所以未来 我相信有一部分公司 会慢慢地转型 用WPS的软件 带动它们销售 其实见到第四季开始 已经有个明显上升的势头 我相信这个势头 能够延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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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WPS的Office 其实都是抄述Microsoft Office 即微软的Office 但是我们香港叫这些 山寨版 山寨版和盗版 其实主要的分别是哪里 我相信始终都是说 山寨版和盗版 就是合法和不合法化的分别 始终是说WPS 没错 的确是可以说 叫做山寨版抄述Microsoft Office 但正得意 都是叫做一个合法化的版本 所以未来 中央推中国软件正版化策略的时候 企业就要选择 可能真的要选择用WPS 还是用Microsoft Office 在两者取其轻 我相信有很多企业都会选择去选择WPS 这方面令到业务有个不错的增长 其实看回目前现阶段 说的是深山软件的WPS收入 说的是有五成至七成来自政府的收入 说的是可能是市政府 省政府等等的这些机构 未来我相信陆陆续续续 随着中国要推翻一个软件正版化 一些央企、金融机构等等 都要用一些正版软件 都有机会进一步 令到WPS的采购力度会加大 所以这方面的业务 我自己看回未来来说 应该有个不错的增长 还有如果中小企要控制成本 这些钱我计算是省得省 好 刚刚也提过 如果看回几年前 金山软件 大家可能想到就是金山瓷霸 例如拿个帽子 卡在字上 翻译 例如字典 就会出来在字旁边 又或者是经常说过 金山的防毒软件 都是比较普通的产品 其实现在公司 我刚刚又听到你说 有什么猎炮 其他的应用程式出现了 其实现在公司属于是什么公司 始终金山软件 另外一个看好的原因 始终在说 如果说之前好像持霸等等 就真的不是一个利好因素 我自己看回未必有太大的憧憬 最主要是看到它成功转型了 将一间金山网络安全 转为一间予料互联网公司 因为之前提及到 无论一些杀毒程式等等 要人收费 他们愿意付钱去买这些程式 可能性真的不太大 目前来说 好像在内地上 旗虎360 占了整个市场 只有90% 都是一个免费的软件 他们的收入来源 主要来自一些广告等等的收入 所以你说接下来的金山软件 如果只是单购做一个 防毒软件的市场 是很难的发展 看到金山软件 有个明显转型的方向 就是转了做一间互联网公司 这是非常利好的正面方向 看它的旗下 亦都出了一个猎炮的浪漫器 始终的浪漫器市场 未来来说 我自己看一个不错的增长 最主要是受惠 其实浪漫器如何赚钱 最主要是透过越多人去用浪漫器 就会吸引一些广告商 下来下广告 到时就有一个不错的广告收入 广告收入 未来来说网上 我相信内地有一个不错的增长 因为随着各大 很多国际知名品牌等等 想打入内地市场 整体而来地的广告收益 应该有个不错的增长 而看回金山软件 猎炮浪漫器的用换 都有一个很强劲的增长 现在的现阶段 用户人数不算多 1.5亿 但整体现局市场占有率 都不算太差 相信未来来说 有进一步托升的阶段 但留意这方面 的确很难有太大的冲劲 因为浪漫器的竞争 真的非常大 无论百度 奇葫360 甚至Google的Chrome等等 都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浪漫器 但自己也试过 涅槽浪漫器 本身仍然用过 的确是较传统的 Intel Explorer IE是较快的 这方面是有个优势 我相信始终在说内地 现在有很多抢购 抢火车飞 或者抢团购 等等的职材 一个好的浪漫器 是有一个竞争优势 所以我相信未来来说 他们未来发展互联网行业 去专注一些浪漫器的广告收入 甚至说手机上的业务 未来来说 都一个不错的增长 没错 它由网络安全 都延伸到手机的安全 很多资料 例如inton心 在大陆用智能手机 我们在内地 测试100多 都定义 champ 手机的囊ouse 宜视 例如同존 Dios 金山軟件有沒有推出的呢? 金山軟件都開始積極拓展手機業務 這方面我的確是帶來一個衝擊 雖然手機業務未必帶來一個正面的收入 但都有助去拓展市場佔油 將來增加公司的客戶群 有助長期發展 看回手機的情況都是 始終整個防毒市場 360這間公司都是霸佔了市場的大部分市場佔油 我相信金山軟件未來會逐步去增進 使得360能夠獨大這個情況出現 看到手機移動客戶都有一個不錯的增長 我相信持續至使用手機慢慢普及 加上始終金山軟件在這方面的技術 都比較成熟 我覺得是有競爭優勢在這裏 我相信始終不會一間公司獨大的 所以未來來說 我覺得金山軟件是有一個可觀的表現在這裏 好,我們又再講一下現在的潮流 大家都知道如果我有用Apple 我現在放上什麼都放上iCloud 我即使不見了電話也很方便 這個是雲應用 非常之廣泛 內地方面其實現在流行不流行雲計算 雲儲存這些雲應用 我想整體而言 Apple的確是行業的先禍 雲儲存等等這方面的技術 到目前在黑仍然未算非常之成熟 所以內地方面都沒有一個很正式規模的收錢 收錢化等等 整個環球市場都是Apple 或者某幾家好像Amazon等等的公司 現階段已經發展了雲計算 大陸大勢所趁 我相信未來來說這些科網股 科技股公司都要發展相關的雲計算 雲業務等等 在金山軟件這方面的業務 都捕捉到市場先機 公司由2012年開始已經開始發展一個 雲儲存雲計算的業務 的確暫短期來說 很難為公司帶來盈利 因為始終雲計算等等的服務 一開始都是一個免費的服務 去吸引你用的 你後來用多了 要交用量才收錢 所以短期來說 很難會帶來一個很強勁的盈利效益 但是這方面 都有助他們去吸納一些新客戶 場面發展仍然是好的 看回公司都有跟小米、創維等等 這些公司去合作 其實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作用 看回公司的背景 看回公司的背景 始終他們跟小米的董事 相對比較熟 因為始終在說 小米的CEO 的確是由金山軟件 這間公司走出來創業 這方面他們的關係相對好 相信他們跟小米長遠 有一個很穩健的合作性 也都知道 小米手機在內地的受歡迎程度 是非常熱烈 這方面是有利於金山軟件 另外除了手機業務之外 說到雲技術 始終在說智能電視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環節 始終現在大趨勢 好像看回商圍數碼等等的數據 一些高端電視 開始慢慢成熟 攻佔市場佔優率 你說雲電視 始終在說智能電視最大的優勢 可以儲存一些影片 去看 可以隨時翻錄等等 相關的技術 都牽涉很大量的雲主權技術 金山軟件和雲創維合作 我相信未來有助他們拓展雲主權 市場佔優率 這方面確實是利好金山軟件 好 騰訊 剛才聽你說 其實都是公司的股東 騰訊 剛剛工業業職 發展都非常之好 有沒有幫助這間公司金山軟件 看回金山軟件和騰訊的關係 的確是互為互利的情況 兩個合作是非常之 一個正面的發展 之前一直都提及到 無論殺毒、智能手機市場等等 甚至雲計算市場等等 都是有幾間公司獨大的 如果騰訊要在這方面的市場去進攻 都可能要靠跟金山軟件合作所致 因為見到好像之前為例 騰訊亦都跟幾乎360 有過一些爭執等等 其實見到雙方都沒有一個優勢 我相信雙方比較惡力的情況下 騰訊如果未來要依賴一些殺毒 或者手機軟件等等 都可以透過跟金山軟件合作 另外說其實騰訊 現在目前看到都是一個轉型的情況 未來要發展一些社交平台 或者微信等等的應用程式等等 我相信相關的技術都會牽涉著 一些雲儲存的服務 將來如果真的要用雲儲存的服務 我相信可以透過金山軟件這個渠道 去進一步拓展市場 所以這方面的雲計算業務 的確是一個長線的利好因素 但我自己看回 相關的技術開始慢慢成熟 有機會在2013年的下半年開始在 開始見到一些盈利貢獻出來 剛剛聽到你說了四大利好因素 有什麼風險因素大家要留意 我相信一直都有提及到 整個行業最大的風險因素 始終人工成本一定是一個最核心的風險因素 看回金山軟件的人工成本 按年都上升了34% 升幅差不多是接近跟營業的升幅一樣 始終這麼大的人工成本其實牽涉了很多東西 除了一些維修等等的人工之外 其實最主要是研發成本上 更加需要用更多的人工成本 始終公司提及到無論是雲技術 或者是一些智能手機的apps 手機遊戲 都需要大量的人手去研發的 所以研發人工成本 我相信都是有升無價 再加上IT行業仍然是缺乏人手 因為始終是IT行業 人手的要求相對是比較高 要有相關行業的 知識等等 所謂見到人工成本等等 無論騰訊、金碟、金山軟件等等 都見到人工成本的上漲幅度是非常誇張的 這個趨勢我仍然會持續 因為始終整個行業 增長量例 各間公司都積極地發展這個行業 搶人的時候的確是會比較寬手 所以人工成本的確是有價無價 這個會有風險因素 但是看回金山軟件 好像最新份業績都見到 人工成本是能夠受到收入增長所抵消的 所以這個情況 就看回未必是真的大過差 我見到你營光幕都寫著 雲儲存面對著比較大的經營成本 那是不是都在說這個人工的成本呢 我想都是的 始終雲儲存牽涉大量的數據 所以未來來說 可能都有機會進一步 加大人手去處理相關的數據 始終雲儲存現階段仍然未成熟 可能要相關的人去盯住 或者去維修等等 需要大量的人手 這方面都會進一步去加劇人工成本 另外留意網友 手機遊戲的競爭非常激烈 始終開發這些手機 或者開發網友 難度不是太大 公司都要擔心 未來有員工 可能會直接離開公司 甚至跟公司進一步競爭 創新遊戲等等為主 所以在這方面 人工都會導致人工成本要急升 要有一個較高的人工 可能才留得住一些員工 所以人工成本 的確是一個公司的核心因素 看回綜合因素 但是我只看回金山軟件 到目前來說 業務上有一個不錯的增長 這方面應該可以抵消 人工上漲的利膽因素 希望可以抵消到網友 和遊戲這麼大的競爭 這麼激烈的競爭 好 今天來到問問你 什麼價錢可以買呢 始終公司之前出現業績之後 業績真的比數期中理想 我都建議現階段現價可以考慮 已經買入了 只要將止洩價 收回之前的低位 之前比較關鍵的支持位 6元這些水平 我覺得可以將止市價 是5.9元 始終公司的淨現金水平 是非常之高 是有防守性 我自己看回 可以做一個中線的部署 目標價 可以看回之前 是09年左右的高位 可以看回到8.5元這些水平 好 都是中線持久一點 是嗎 始終都是看回基本因素 好 謝謝阿奈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麻煩你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到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我們 要財財檢台的直播節目 別走開 來吧 來吧 如果你想想請你